不知道屏幕前的兄弟们有没有跟我一样呢 就是每次上游戏准备要干点什么的时候 总是提示金币不足 然后呢就默默地打开了交易网站 就默默地刷起了蜜语古术网 就像极了人类平常都会做的一件事 然后突然发现纸又没了 这个时候呢一个小姐就跟你说 先生你好纸巾两元 我只是要准备刷点这个装备底材的时候呢 刷着刷着又刷进了交易网站 大家好我是托尼托托机 这一期呢聊一下 暗黑4在6月7号搞了这个周年活动 上期呢给大家分享了这个英伟达 送三个月XGP会员 还有暗黑4同步搞了一个周年活动的消息 那这边操作呢 一方面是想缓解一下现在玩家的这个金币危机 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拉薪 对了暗黑4呢 现在也是在这个XGP的游戏列表里边 那之前在直播间问我想入坑的兄弟们 我当时劝你别入 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你看现在这就能白玩三个月多好 那这个赛季呢在正式开放之前呢 我就预料到了这个赛季实际游玩的时候 这个玩家的行为轨迹 狂潮boss还有这个坑 然后重复循环 但是金币这个门槛我是没有预料到 开头跟大家说这个刷信交易网站 这个事啊只是开个玩笑 我绝对不是想鼓励大家去进行RMT行为 我向来都是鼓励大家要在游戏中 以玩以这个快乐为目的 不要攀比装备 回归这个游戏的出行 尽管这个机器人大军的东西又便宜又诱人 其实有时候我也忍不住啊 但是也要适度 不然这个游戏乐趣呢可能就没有了 那这个赛季呢刷狂潮是为了刷这个底材 刷蜜蜜鼓术呢是为了刷金币 他们都可以统设为是资源 那这些呢都是为了提升装备的素质 那最后的这个出口呢就是深坑 那底材和金币是玩家最缺的两项 那这回的这个周年活动呢也是瞄准了这两项 那这个地精大进击 它这个开始时间呢是6月7号 地精的掉落会提升 地精原本的掉落呢就是三个稀有一个传奇 那就官方给出这个描述来看呢 不知道它提升的到底是掉落数量 还是说掉落稀有度但是我预判就暴雪 这些个设计时的这个勤奋程度啊 应该是乘上个掉落数量 因为这个代码写起来呢更简单更快速 同时贪婪圣坛和这个地精掉落 他们之间也有联动 那地精出现的地方包括大世界地下城 这个坑里边是没有的 那在大世界的话最好是组队刷狂潮 四个人呢别离得太远 四角正方形定位 那地图四个区域去找这个圣坛找地精 那现在我估计是这样 那实际上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又出一些刷地精的bug 估计暴雪这帮人也挺慌的 特别再出bug了又得扣我奖劲了 那地下城的话呢地精会成盾 成盾出现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以为是成堆出现 那地下城呢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主队 或者是单人也行 还是刷那个秘语古术的地下城 然后进途呢就找圣坛 然后找地精 这个秘语满了呢就去领那个秘语古术的奖励 那除了这个地精大晋级呢 还有一个类似于全局的一个buff啊有点类似世界buff那种啊 25%的经验 50%的金币啊 这是还特意写了一下是城法 但是这晚上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城法 就当他是吧 另外还能领取一些皮肤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 20号之前也记得去给他领了 ok那这波这个周年活动大致就这些内容 唯一的这个变量呢就是这个小地精 他到底能掉多少东西 还有这个圣坛和地精这个联动 他到底会不会出现新的bug 希望这波活动呢缓解一下玩家刷底才刷进me的一个压力 ok那这期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记得帮忙点个赞加关注 我是Tony兔兔姬 那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拜拜